我却若无其事地伸了一个懒腰 道 是吗 城警官面有怒容 道 你还不认吗 我放低了声音 道 我想和你资人讲几句话 城警官向我忘了半场 转过头去 向另外两个便衣人员 挥了挥手 那两个人便站了起来 远远地走了开去 但仍然监视着我 我苦笑了一下 道 我出死入生 全是为了警方 你们还不谅解 真使我灰心 城警官道 你是在追寻毒贩 其实 我这几天来的奔走和历险 可以说和寻找毒贩 一点关系也搭不上 但是此期我却知道 除了利用这一点之外 实在没有第二个办法可想 因此 我便点了点头 城警官也将声音压得很低 道 那么 板田高太郎 王红红 就是你追寻的目标 我含糊其词 道 还要进一步的证据 我如今就是为了搜集进一步的证据而忙碌 城警官忘了我几眼 冷笑道 我们自然知道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毒贩是绝不会用到在你家中搜出来的那种武器的 我立即反驳道 那也未必 此神堂天想 当日又是如何规模 在进行贩毒 城警官讲了片刻 不再言语 道 魏先生 希望你好自为之 我道 放心 这时候 我心中已经疯了一口气 如今他这样说法 那当然是相信了我的话 由我到菲律宾去的了 果然 他一讲完话 便站了起来 向外面走了开去 我则仍坐在餐厅中等着 我一面不断地吸着烟 一面凝刺着眼前的情形 以白起伟的机敏 和他手下眼线之广 他自然也可以获知宋父 板田高太郎的去向 白起伟会跟踪他到菲律宾去 乃是毫无疑问之事 我和宋天的行动已经决定 当然也不会更改 而且 我相信 警方在知道了我的行动之后 申请事情和大贩毒案有关 当然也不肯轻易放过 一定会派出赶叹 随机前往 也就是说 连我和宋天在内 共有四方面的人马 互相在勾心斗角 究竟是那一方面会获胜 我时事毫无把握 时间飞快地溜过去 我看到一个写着公事包的 中年人走进餐厅来 那中年人戴着一副宽边黑眼镜 我连忙站起身来 向厕所走去 到了厕所中 取出白老大给我的那柄手枪 只见枪上一个小明灯 正在一闪一闪 我按了一下钮 便传出了宋天的声音 道 怎么样了 我将刚才的经过 和他约略说了一遍 问道 我化妆的东西 你带来了没有 刚才截着公事包进来 像是大商家模样的人 就是宋天 他在餐厅中 利用无线电通话器和我通话 道 带来了 必须装作户时 我道 不错 如今警方并不知我和你在一起 白起伟虽然知道 但我只要在化妆上 故意露出破绽 为他识破 他便会注意我的行动 而我完全不和你搭讪 他便失去了目标了 宋天道 不错 我将化妆用品 放在你刚才做过的桌子上 你自己取去应用就是了 我又叮嘱了一句 道 宋大哥 等一会 在飞机上 你如果有什么话要说 也可以采取如今这个办法 宋天答应了一声 我关好了通话器 走出了厕所 来到刚才我做过的餐桌上 发现有一个纸包 而宋天泽坐在一张桌上 正在去按大脚 我也叫了食品 一面暗暗地打量着进出的人 我发现有一个大胖子 在注意我 而且还和一个汉子 不断的在打手势 那两个 可能是警方的便衣人员 他们如今已经注意到了我 我等一会 就算经过化妆 也一定逃不脱他们的追踪 但是这样更好 因为我变成了暴露的 出出的目标 相情之下 宋天变成了隐秘的棋子 在必要之时 可以派很大的用处了 我留心了好一会 发觉警方只派了这两个人来 那个大胖子的一切动作 都十分熟练 可见他虽然有一个肥胖的身躯 但是却有着十分干练的头脑 如今 我和警方的关系 十分微妙 我又不想警方知道事情的本质 但是却又希望在必要的时候 能得到警方的杰助